干大事趁年轻 5月16到21日接到民调电话 唯一支持钟义众 日前KK正线拍摄影片 邀请民众接到民调电话 要唯一支持钟义众 他们走访地方强调干大事趁年轻 如今钟义众如愿以偿 获得代表国民党参选凤山立委的资格 我唯一支持钟义众 我唯一支持钟义众 唯一支持钟义众 国民党高雄第七选区 立委初选民调结果出炉 高雄市议员钟义众 击败了党内对手李亚敬 即将代表蓝营争取凤山立委席位 而他对上的是已经三连霸的 现任立委许志杰 恭喜钟义众议员脱颖而出 希望未来可以来场君子之争 一起端出政绩 供凤山相亲检验 我没有比别人更好 那或许缺点比别人来得多 只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把赢回凤山的重担交给了我 今年41岁的钟义众 有两届市议员的资历 对于这次在党内脱颖而出 他强调党内的初选没有胜负 只有赢回凤山为国民党争取一席立委 那才是胜利 中义众除了在能源政策方面反对南电北宋 南水北宋南气北宋在交通建设以及民生要求方面都分别提出具体意见 国道与快速道路的网路的系统的结合 还有高雄海空港的运输再造 轨道系统的合力配置等等 这些都需要有沟通还有争取 民生要求方面 人民对两岸和平居住正义 所得分配物价稳定的渴求 必须要有人代表高雄 许志杰也强调这次的目标是超越自己 会继续建设大高雄和凤山 也希望凤山人能给予支持 包含凤山车站电影院等 山井拉拉破商店百货公司到凤山 捷印黄线等重大建设 我会继续建设大高雄和凤山成为智慧繁荣城市 希望凤山人可以信赖台湾 支持最杰出的选择 如同许志杰所说 一场君子之争即将展开 两人各自提出自身意见 与想要努力为高雄争取的目标 接下来就让凤山乡亲投下神圣的一票 记者潘志光庄书亭高雄采访报导